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而顺延到8月份举办的 花联瑞瑟一厢诱花路跑比赛 随着疫情的趋缓 报名人数也不减反征 5月底网络报名截止 就将近有一千多人完成了缴费报名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届时参赛的选手们可以看到 文旦诱园结实累累大丰收的景象 而完赛的奖品之一 一厢文旦诱 不用等半年就可以当场带回家享用 庆中秋了 第二届锐碎香文旦诱花路跑赛 原本3月份就要登场 不料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而整个顺延到8月底 当时虽然出现退赛潮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 5月底的报名截止日结果 参赛人数不减反征 那很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与者 不但没有因为疫情 而这个退赛 反而更加的踊跃 那比我们疫情前的这个报名人数 现在是要来得多 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这个参赛者 到我们瑞瑞来参与我们这个文旦诱路跑 当初原本有800多位选手报名 在疫情趋缓后 完成报名缴费的选手就有一千多人 不过原本以文旦诱花开花季的美景 为路跑靴头的赛事 研制8月底 届时诱花都已结果 总管是黄胜黄说 可以看见文旦诱术节时 累累的丰收画面也是很特别的惊艳 疫情的关系 那原定三月份的诱花 那到八月份可以肯定的是欣赏不到了 但是我们所有的参赛者 可以欣赏到这个文旦诱上面 结实累累的这个果树 那也是一种美 那不仅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这个文旦诱成熟的时候 那在路跑过后 也可以选择到我们的农友家里 文旦诱农家里 来采食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文旦诱 不仅如此去年完赛奖品之一的一箱文旦诱 现在不用等半年 八月份文旦早已熟成 参赛选手们就可以直接享用请中秋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